食農教育強調吃當地食當季 親手做的體驗 學習從土地到餐做的過程 希望孩子能夠從食農教育開始 邊吃邊學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特別來到了 副理國校舉辦 吃有機最安心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食農小劇場的精彩演出 小朋友台下看得相當認真 這是花蓮縣政府辦理的 吃有機最安心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特地來到副理國小 透過小劇場的方式 讓小朋友更進一步認識有機 那其實食農教育元年的部分 花蓮縣政府在今年年初 有辦理的第一屆的食農博覽會 它是全台首先的第一個縣市辦理 那縣長很重視我們食農教育的推廣 所以我們特別來到副理廂這裡 辦理食農教育的體驗活動 那其中我們今年度也會出版 我們有機花蓮還有有機的一個 一個童書 希望能夠透過食農教育 不管是實際的實作 或者是一個博覽會的活動 還是體驗活動 更能夠透過一個繪本的教育 教材的部分 讓學生可以了解 然後老師們也可以運用 食農教育元年介紹了雙版本 有機花蓮食農教育手冊 期待能引領讀者 透過生動故事情節 對花蓮有機農業的發展有基本的認識 每種農產品都是花蓮小農們 用心照料而成 讓消費者吃到有機 相對安心的農產品 兩本的書籍裡面 第一個有機花蓮 它是針對比較家庭版的 那有營養師把針對我們的有機作物 做成了一些料的運用 讓大家可以在家庭的餐桌上都可以享用到 那另外的繪本的部分是針對小朋友的 希望老師可以在校園之中 透過繪本的教學 教導小朋友有機農作物 還有有機雜糧的作物 讓小朋友更加認識花蓮系的農業 現場也安排讓學生可以體驗食農教育動手作 讓學生在參與選購烹調的歷程當中 除了考量喜好安全與健康 更能友善土地環境 在體驗活動與現場進行食農教育分享 促進農業與教育交流 記者高雙雙副理箱採訪報導 請大家指索 谢谢大家